请看第四十四愿 修行俱足得本愿 如果我成佛的时候 他方无量无边的国度 诸菩萨众 也是闻信我阿弥陀佛的名字 生其大欢喜踊跃之心 来以这样的善根发露修菩萨恨 修菩萨恨具足得本 具足得本他要找到一法 能具一切法的这种道德的根本 如果正愿不能实施的话 就不取正觉 这个具足得本从哪里理解 就要从文我明智这里理解 他方世界无量无边的菩萨 他要修六度万恨 然后动经无量节 很难把这个六度快速地圆成 所以要快速圆成 一定要找到一种种词的法 这个种词就是以一法 持无量法的这样的一个妙法 那么法藏菩萨施舍的这个六度红明 就是具足得本的种词陀罗尼 你就在你的信任 持明的当下 就具足菩萨的六度万恨 你一心念佛万缘自舍 把舍掉万缘 就是不失菩萨 你一心念佛身心柔软 就是忍入菩萨 你一心念佛奢心 这就是持戒菩萨 你一心念佛专注 戏源一句佛号 自心不动就是禅定菩萨 你一心念佛 这个佛号 孤明立立就是不如不如 你一心念佛 这个指向亲近的一心 这一心具足世间和初世间一切的善法 那一句名号就是一切世间的道德 初世间功德的根本 这就是一法具足一切法的奥妙 所以他方世界的菩萨 他由于修的科目很多 不能种色 现在闻到了弥陀名号 得到了种色的这种奥妙 这一法具足一切法 众流露海 大海一滴水 就具足百川江河的信息 具足全大海的信息 他在这个一句名号里面 感悟到了这种 世事无碍的这样的一个奥仗 所以他就欢喜踊跃 以一句名号 具足六度万恨所有的功德 好 请看第四十五愿 皆得三昧见佛愿 如果我成佛的时候 他方无量无边的岔土 诸菩萨种 闻信我阿弥陀佛的名字 都能证得普等三昧 这个普等三昧就是普偏平等三昧 实际上这也就是念佛三昧的 另外一种指称 住在这样的普等三昧当中 直到他成佛的 只要念头一动 想见 他方无量不可思议 其诸佛都能见到 如果这一愿不能实现的话 就不取证诀 这就加持 他方世界菩萨 能够在定中 见佛的这样的一个加疲力 一切修道人都希望能见佛 因为见佛能得到大的加持力 生到佛式 这是福德 善根深厚 天天能够闻佛说法 他证悟 成就将会很大 那生到佛灭度之后 又去末法的时候 怎么办 净土法门的一个殊胜 就是不知佛式 得常见佛 方便 那常见佛 怎么常见佛 他有 常见佛的几种方式 第一 虽然佛不注视 但是我们念佛 在定中可以见佛 比如说我们的东宁十八高县 会员大师有三次定中见佛的体验 刘一鸣巨师也有定中见佛的体验 有禅定当中见佛的体验 这是佛的愿力价值 定中见佛从这一愿告诉我们 也不一定就是这个人的功夫所致 有他的功夫更多的是佛愿的价值 因为我们这个世间的初发心的菩萨 是很难靠自己的功夫 见到他方世界的佛的 那非要是破无名哦 这个水平哦 那么我们看那个楚石大师 楚石凡奇大师 他也晚年他逐西在 逐西在这么念佛 他就常常定中有见佛 甚至见阿弥陀佛报身的体验 很大的莲花 西方圣中阿弥陀佛报身 所以他在这个念佛三昧当中 自然他就写出了两千多首的这个诗哦 西在净土诗是他定中 这种念佛三昧流现出来的 偶一大师很赞参这个西在净土诗 选了一部分在净土诗药 其实有时间我们可以来研讨一下西在净土诗 那么楚石大师他这个定中见佛 也是这样的一个医院的价值 善才同志参的善知识 比如无论是德云比丘还是解脱长子 他们也是在这样的念佛三昧当中 想见哪真佛就能见哪真佛 想见阿弥陀佛就见阿弥陀佛 而且这个见也知道 能见之心和属见之佛 也是如梦如幻 如水中月如梦中像 但是虽然了知这个 但见佛也是了了而见 那么刚才讲常见佛方便 对于我们很多众生来说 我们更多的是 临命忠实见阿弥陀佛 还有得阿弥陀佛的加持 梦中见佛的体验 临命忠实见阿弥陀佛现前 也就大部分纪念行人都会这样 那么定中见佛 那就是我们这个世间少量的人 无论是哪种见佛的方便 这里面都具有着 法藏菩萨第45院的 加毗陀佛在里面 好 请看四十六 自然得闻妙法愿 如果我成佛的时候 往生到我岔土中的菩萨 随着他的自愿 属于闻法 就想他想闻什么法 自然 自然就是法尔自然 不加造作的 就能够闻到什么法 如果这一愿不能成就的话 我就不成佛 我们每一个佛弟子 常常发愿 四孔四愿 法门无量四愿许 那这一愿我们常常表述 在这个地球 在我们这样的境况下 很难实施 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空态 以我们这样的根基 以我们有限的生命 以我们这样处置的环境 想学一个法门 都很难学好 更何况无量法 相比较而言 西方极乐世界 可是法门无量四愿学 得以实施的最好的道场 为什么呢 由于法藏菩萨专门就这个 学无量法门 施设的这一愿 你只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随着你的念头 你的志愿 你想闻什么法 就能闻什么法 所以你看无量数据 后面会谈到 无论是正报的阿弥陀佛 观音世智 净土的这些菩萨 能够讲经说法 那一报 像风吹灵朵的声音 八公灯水相及的声音 白鸟邪鸣的声音 风吹乐器的声音 都能讲经说法 正报 一报 都能讲经说法 而且你心里有什么想法 想听什么法 无论是正报 还是一报 他都能知道你的根基 知道你的水平 跟你 讲跟你的根基水平相应的法 你原来在这个世界 喜欢般若的空性 你到那里 那这个水呀 苗啊 就跟你讲般若空性的法 你在这个世间喜欢文三十七道品 在那里就能听到 苦空无常 是念出是正秦的法 而且这个讲法 这种善巧方面 也符合世西坛的 这样的善巧 世西坛是诸佛 教化众生的四种 弘法的手段 基督西坛极乐世界 这些白鸟 白鸟是从哪来的 是从摩尼珠放的光 光所变现出来的白鸟 那这个光是阿弥陀佛的 新光变现出来的 所以这个鸟不是实实在在的畜生 而是阿弥陀佛 唯定法音宣流变化所做 那么阿弥陀佛 为什么要变化鸟来讲这个说法 这里就有四西坛的善巧 方便在里面 那四西坛第一是世界西坛 世界西坛就是 随顺众生的心理好药 众生在我们这里喜欢鸟 比如喜欢白鹤呀 家临贫茄呀 共鸣之鸟呀 丹顶鹤呀 鹦鹉呀 喜欢这些鸟 随顺你喜欢的这样的心理 变化这些鸟 在这世间我常常溜鸟 常常喜欢这些 到极乐世界看也有这些 它欢喜呀 欢喜就是让它得欢喜意 这就是世界西坛 随顺它的好药 这叫横顺众生 那随顺不仅仅随顺 要让它得什么利益 要让它生起这种 为人西坛 为人世界生起它的善根 所以它听到鸟说法 能够生起念佛念法 念身之心 这可生起它的善根 这叫为人西坛 同时还要破恶 破恶它原来 我们的分别心在这里 觉得人是万物之灵 这个鸟都是很低等的动物 所以我们面对白鸟 我们是居高临下的 结果到西方极乐世界 一看 这个鸟还能讲清说法 这个比我还强哦 智慧还比我高哦 这样就对峙了我们的那种分别心 我说我慢心 我还不如鸟啊 生起惭愧心 就破除了分别 这就是破恶 那通过身上破恶 我们自心的智慧 就更能够展示出来 这时候我们就体会 这个鸟为什么能讲清说法 这个鸟为什么讲得这么好 这个鸟为什么知道我的心 心意 才感悟到 这个鸟实际上就是阿弥陀佛的法报化三生 就具足法身的涅槃的藏楼五尽的功德 这个鸟就是实相 对峙 得到低异地的利益 平等的利益 那可不是你听这个鸟讲经说法 不仅听到内涵 它包含了这么多的令我们往生者得到殊胜法意 欢喜意 三圣意 破恶意 正如第一地的利益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 定主往生者 无论是什么样的状态 什么样的对境 讲经说法 都能够得闻 自然得闻 自然得闻就是你想听就能听得到 你不想听就听不到声音 这也是尊重众生的往生者的自由意志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它也是一个高自动化的一个世界 是无作妙用 你念头一动想听声音出来 念头不想听就没有声音 我们世间的收音机我们就有开关别扭 你想开就有声音 你想关就没有声音 但是这个世间都有这个功能 但我们还要用机械去扭一下 是开还是关 西方极乐世界就不要这个机械 你念头动一下开就开 你念头动一下不要就不要 这都是包含自然得闻在里面的意志 好 请看第四十七 如果第四十七 记得不退转地院 如果我成佛的时候 他方无量无边的国土 诸菩萨众 闻信我阿弥陀佛名字 当下就能得到不退转的位置 如果这一院不能实现的话 就不取证据 从这一院我们首先体会法障胡萨 他对于他方世界菩萨 这种修菩萨道过程当中 最大的需要 也是最难获得的 最焦虑的一点 给予了及时的精确的帮助 修菩萨道的一个最先的目标 就是要得到不退转 就是不退转就是阿比八字 你至少要得到位不退 你才能算三大阿仁几节开始算 如果你不退转没有得到 那都不能算的 因为你进进退退 无量节 成沙节都说不清楚 所以一个菩萨 那他最先要获得的就是不退转 而不退转位靠自己的力量获得胜蓝 不退转我们讲至少要破无名 破一品无名你才得到不退转位 所以这一院 给我们透显一个什么 名号功德 太不可思议了 法藏菩萨就加持他方世界的菩萨 怎么得到不退转位 你只要闻信我的名字 你就具有破无名的 这样的一个功能作用 就能当下让你得到不退转位 那么我们就想 闻我名字就能得到不退转位 我们好像也闻到了阿弥陀佛名字 好像我当下也没有得到不退转位 我们很大程度上不叫闻我名字 而是听我名字 听到了 但闻呢 不一定闻到了 闻信 圆通常 把我们自信的圆通常的信德 透过听闻 透过听闻 激活了 我们自信的圆通常的闻信 能闻之信 和所闻的 弥陀的 万德鸿鸣的 对应 沟通 相应了 这两者相应的力量 就有巨大的破无名的力量 就能得到不退转位 现在我们的分别执着太厉害了 虽能听到阿弥陀佛名号 但是我们不具足闻信的功德 我们为什么是怀疑 为什么佛说这是一切世间极难性之法 是这个世间当中 没有比这更难性的东西 为什么佛再三讲讲这一点 就是难性 正因为我们难性 我们有怀疑 我们这种断烦恼的力量 就由于我们的怀疑给他打了巨大的折扣 那么他方世界的菩萨 他的善根深厚 他闻到这个弥陀的名字 激发了他全体的信德 他那种信心是圆满的 是清净的 所以他就能够当下得到不退转 在我们无量手机后半部 也谈到这一点 若有众生 闻此经则 于无上道 终不退转 实际上就是对这一院的一种 另外一种表述 如果有善根深厚的众生 闻信这部经典 这部经典 无会是惨罚六支弘明的全体的功德 那么他就能够与无上道 俄罗多罗三面三菩提 终究得到不退转 反过来说 由于这个世界有异议菩萨 没有闻到这个法门 有异议菩萨退转 俄罗多罗三面三菩提 你不能闻信这个法门 你是菩萨也容易退转 由于你没有这个六支弘明的加持力 没有往生成佛的这种洁净法门 你智力很难成就 智力很难成就 力他更没办法谈 智力力他都完成不了 那当然你就会退转 退转大乘菩萨道 所以我们对四十七月 对这个闻信弥陀的功德的 这样的一个信心要建立起来 他竟然有这么大的功德 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体现 还是在闻我明智的清净度上 纯粹度上 圆满性上 我们是有缺陷的 所以加打这方的功德 为什么观金也讲 原发三星记得往生 你原发三星了 就具有文我明智的 这样的一些内涵在里面 你当下去往生 你往生可就不是阿皮八字 所以进度经典不断地传达这个信息 但是我们有时候看过去 是草草看过 我们也是无动于衷 很多圣身微妙意 我们确实是看不出来 因为我们确实内心 这种够然 这种分别 这种执着 这种生灭 太厉害了 所以看到这些 传达了这么明显的信息 但是我们都不知道 愿解如来真实一样 我们天天念实际上很难了解 我本人也很惨愧 讲这四十八大愿 虽然我也讲过几次 我越讲 我越觉得自己水平太差 这个四十八大愿太深广了 它的微妙之意太多了 我们能讲出大海当中的一滴半滴 就了不起了 很多的我们是草草看过 无动于衷 所以大家一定要 对四十八大愿 在反复又反复的过程当中 静下心来思维 才能略知如来真实一样 所以这个里面 就把法藏菩萨 对他方世界的菩萨 阿弥陀佛对他方世界菩萨 修行的困难 以及如何帮助他解决这个困难 帮助他解决这个最大的困难的方法 无非还就是名号 没有去在名号当中 去找更多的复杂的东西 于是他处处显示 名号功德的大部分事 但是我们处处都很难 把握这样的一个信息的传 是不是这样 所以这就是葬身慧情 我们就是葬身慧情的众生 好 先看最后一个 第四十八 既得足人究竟愿 如果我成佛的时候 他方无量无边的刹徒诸菩萨中 这是深处他方世界菩萨的 诸菩萨就包括各个阶梯的菩萨 注意又是闻信我的名号 都是在名号当中得利益的 闻我明智 当下就能得到三种人 第一人就是音响人 第二是柔顺人 第三是无声法人 在三种人能够延伸出十种人 《华言经》有十人品 正到十人 还有如幻人 如燕人 如梦人 如画人 所以这个三人实际上 也含是做十人在里面 那么十人就延伸出 无量的佛法 得到这个三人 十人就能对一切佛法 得到不退转 如果这一愿不能实现的话 我就不成佛 那三种人怎么理解呢 忍是会心安忍的 安住的意思 会心 我们智慧心 安住在什么上面 安住在空性上 比如音响人 要了知 这个音声回响 原声 信空的道理 我们这个世间的众生耳根 最低 所以 闻声 物证 因声的 这种本质 如果在这里开悟 正果 就叫声闻 所以我们不能被这个音神的尘 阴尘 深尘 所迷惑 要看到这个深尘的 这种当体 性空的本质 把握着这个 你安住在这个空性当中 你就是叫音响人 柔顺人 身心柔软 随顺法性 能够柔软的安住在这个法性当中 一切 随法性 而行 这柔顺人 不是刚强难化的 不是违背法性 无声 无声法人 无声 无声就不声 不声就没有灭 不灭 安住在不声不灭的这种实相当中 这就是无声 无声法人 那么无声法人在原教出著 就出不得无声法人 究竟圆满无声法人 是八地以上的水平 无功用道 那么 法藏菩萨在这里 竟然做出这么一种 更为殊胜的加持 他方世界的菩萨 也让他 得到不退转 这种不退转 所包含的内涵 比前面又更 内涵更深广 从哪里获得 还是从弥陀名号里面获得 于是 这句弥陀名号 不仅能够加批 悠悠凡夫 能够令地狱众生得到利益 甚至可以令他方世界的 这种大菩萨 也得到究竟的利益 从中也就看到 一个简单的 这个名号度众生 是寒舌作 九法界众生的对境 好 这样我们就 对于这个四十八大院 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 这只是非常简单 如果要把四十八大院 要一句一句一字一字地去讲的话 大概我们都要讲十个 十个课词都可以 都可以占用得了 所以为了还要讲下面的 我们是非常简洁地来讲 那就通过这么一个非常简略的介绍 我们至少都能获得三个启发 就是整个四十八大院 是阿弥陀佛怨心流行出来的 阿弥陀佛的怨心是什么 就是大慈悲心 首先是他的大悲心 对苦难众生 悲以拔国 所以你看第一院第二院 国中无三恶道远 就是对苦难众生 给他远离恐惧的一个安乐的底线 包括信要永离女生院 对女人这种苦难的众生 来大悲心给他加持 你只要深信我的弥陀名号 你就转女成男 这都是他大悲心的表现 再就是大慈心 同体大 同体大悲 无缘大慈 无条件的大慈心 就是慈就给予众生的快乐 那你看这种快乐 是给予的就太究竟了 首先你身相上给你快乐 像佛的那种颜色 像佛的向好光明 具足佛的那样的六种神通 内政的功德 具足像佛那样的智慧辩才 等等 最后让你成佛 以如来而灭度之 给众生以就近之大力 这是他大慈心的表达 那么我们说一个菩萨发菩提心 它是首先是以大慈悲心作为核心的 这种大慈悲心实际上是从般若的空性里面 升华出来的 没有一种般若的空性 它是升起不了无缘大慈 它是同体大慈的 所以这个菩提心又包括般若 那有般若有智慧 有般若智慧有慈悲心 它自然会流现种种善巧方便 所以智慧 慈悲和方便 构成了菩提心的三大要素 换句话来说 这个四十八大院就是大菩提心的一个高度的结晶 我们对菩提心总是讨论的很多内涵 很多概念 很多的层次 那在净土法门 你只要理解四十八大院 就把握了大菩提心的本质内涵 它的一切要素都在里面 那么这个大菩提心 就有降伏一些烦恼 战士一些魔君 引发自己无量信德 开发无有穷尽的卑制的力量 所以它就有强大的引导菩萨行的力量 所以四十八大院就把一个大神菩提 菩萨道 由它的发心 它的愿 它的由愿导行 游行正果的全过程 都在里面含是无疑 那么这个菩提心是一些众生本具的 法上菩萨在五大节的这样的思维当中 就把菩提心的整个的内涵信息 透过四十八大院的这样的一个施舍 把它展示出来 由于把这个菩提心的本质内涵展示出来 九法界众生就由于这样的一个菩提心 得到拯救 那么第二个启示 就是四十八大院它提供了一种模式 我们叫文化模式 这种文化模式可以说是普法界的 现在我们修寿界常常讲普世文化 普世文化只是陷于地球 这个世间普遍 普世的一种价值 当然这也是基督教的一个概念 普世文化 我们学界都用得很普遍 普世文化还是非常狭小的 你还是世间的东西 那么净土文化 它提供的一种文化模式 是包含世间的文明的模式 更包含着整个法界的模式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界定为 普法界文化模式 那么这种普法界的文化模式 它是包含了一些终极的价值观念 比如我们看到 当一切往生者 哪怕是地狱的众生往生 一去西方极乐世界 连化一出来 具有佛的三十二像八十随性好 所有的往生者没有情貌美丑的差异 一切自身用具都平等 它这些反映了什么 反映了一个大平等的观念 是不是 那么我们这个世间 也是把平等作为地球文明的核心价值 但人类社会在追求平等的过程当中 作为终极价值平等 但往往这个不平等的来源和现实 还没有办法产出 甚至为了一个追求大平等 大平均的一种所谓的理想的目标 它的手段 方法又是非常残忍 那么看一看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大平等的世界 它的手段方法也是高道德的 也是充满着大慈悲心的 这种平等的文化要素 在西方进度处处展示 这就是阿弥陀佛 由他大平等心里面 大平等 清净平等绝 清净平等就是无量寿的一种表达 所以这个平等的这样的一个价值观念 是我们一切众生心性当中 本具的一种深层的文明原型 那这种文明原型 怎么把它表达出来 实际上是不能靠分别执着 去表达出来的 这个平等是要从空性里面出来的 所以我们谈平等 平等是什么 平等是一项 一项 平等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就是一项 你的相貌都一样 你的自身用具想乐都一样 你的六种神通都一样 它是一项 一项是什么 一项实际上是从无项里面出来的 无项是从什么地方 是从空里面出来的 你只有空你才能无项 你无项才能一项 一项才能平等 现在我们这个人类社会 为什么获得不了这个平等 是它的源头 就没有摆正 所以它就在现象上进行产平 实际上现象是产不平等 因为它内涵没有大平等的东西 大平等具有它的大慈悲性 同体的东西在里面 如果你为了产平 为了产平这个效果 你在过程当中做得很残忍 很分别 本身就跟平等的精神背道而驰 这就是人类社会很多的悲剧所在 再就是自由的观念 为什么四十八代言常常讲 无论是 哪怕是好的东西 让你在那里无量寿 让你在那里得到资深用具的满足 让你在那里闻到各种法 但是它都有一个随你自己的愿望 尊重每个个体的自由选择的权利 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言 处处充满了这样的一个尊重 真正是把礼尽诸佛落到了实处 虽然往生者是从九法界里面出来 乃至从三个道里面出来的 但是到了那里都像尊重佛一样的尊重他 法藏菩萨虽能给予的众生好的东西 但好的东西也都看你愿意接受 希望你接受 你不愿意接受还是横顺众生 这种自由的价值 对每个个体尊严的众生 然后使一切众生 你看离开我和我执的观念 足上善人聚会一处 处和心是联系在一起的 实际上是同处一心 这个一心就是阿弥陀佛的心 那种离开分别对待的那种心 由这个心产生了这个净土的处 这个处它就能够真正做到 高水平的和和 六和进龙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 足往生者没有冤家对头 见面非常欢喜 每个人相处仍水乳交流 和和的观念 西方极乐世界 对这个道德的尊重 实际上一切经济的行为 政治的行为 竞争的行为 西方极乐世界都没有 唯一的一桩色经 就是修道 极功累得 它过的是一个修道的时候 所以他把无为的价值 把利他的价值 看得最高 所以你看后面会谈到 西方三圣 阿弥陀佛观音世纪 在每座 每个七宝树上坐下来 坐视论道 来观察他方世界 哪个世界众生的情况怎么样 做么苦难 是不是得度的根基成熟 一旦成熟 马上观音世纪 飞行过去 能够度化他过来 然后就辗转相劝 辗转度托 辗转成佛 辗转度化众生 让众生通过 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让他作佛 作佛之后 他又到他方世界去度众生 过来成佛 成佛的众生 又去度众生 他就不断地辗转 无尽 所以道德 是西方极乐世界的 最高的价值 然后西方极乐世界 它的文化模式 大致在 心能转悟 极同奴来 都有奴来的德性 心能转一切物 不被任何物数 数转 我们这里众生 为什么得到 这种不自在 就是我们被外境的东西 所紧紧地捆绑住 被这个我之捆绑住 得不到自在 得不到自在 我们出土 出土成智 都是障碍 很不开心 西方极乐世界 它大致在 包括一切 日常生活 都是高科技 勉强用个概念 高科技 如果用一个概念 叫佛能的高世界 它一切都是 你念头想到哪里就到哪里 想要什么就要什么 想看什么就能看什么 想听什么就能听什么 跟人和人之间的交往 也不需要用语言 它都有他心通 每个人的念头都知道 这个念头 念头和念头之间的交流 西方极乐世界 区域很广大 但是你想跟哪个 有缘的同学 想见面 念头一动 那个人就 延然就在面前 你跟他谈话 好像出其谈心 虽然它可能很远 但是你好像就在 面对面的交谈 它就有这么一个高科技 当然现在我们科技也在 你现在据说一个手机 你看好像图像就出来了 但还毕竟你的要有个中介 要有个机械性的东西 西方极乐世界 念头解决一切 所以这些 我们都是普法界 文化模式的一些内涵 如果我们进一步 去做一些探讨的话 把这种 因为这是我们深层的 实相的一种文化模式 这种文化模式 虽然我们疏离得很远 但一旦显发出来 我们会感觉到很亲切 这种很亲切的 深层的文化模式 这种普法界的东西 它对于我们世间 是有起敌意义的 它是能够帮助我们政治文明 经济文明 道德文明 生态环境 包括它的一正不二 心物一体 它能提供解决 生态环境的最高的哲学理念 要知道我们现在的一些生态环境问题 包括现在的 这种排碳量的 有真无疑 气温这么高 温室效应 臭氧层的漏洞 这些它不是来自于外境 你总是认为是外境的问题 整是在外面搞一些操作 技术操作成本解决 是永远解决不了的 它来自于人类的内心 它来自于我们内心的 贪嗔痴 欲望的毒 所显现出来的 所以为什么提一个心理环保 你不从心理环保开始 外面的环保是搞不好的 这些我们在无量寿经里面 都能得到甚深的启示 乃至于你搞建筑 绘画 书法 音乐 里面都有最高的理念 但是理念呢 我们可能看得很简单 但实际上很简单的 就是最真理 最真理的不是太多 昨天讲那个治理国家的 下三周三代 这个圣王明君的 善浪天下 十六字决 人心为为 道心为微 为今为一 永直觉中 遗训给大语 他这样的一个遗族 你说十六个字 就是治理天下的奥秘 实际上是告诉 告诉这个大语 天下是你心里变现出来的 你只要把你人心当中 危险的欲望 把它对峙下去 把人心当中 威信的道心显发出来 但怎么显发这个 一额阳善 你要为今为一 自心一处 在一里面 得到信德 明德的展示 你在为今为一的过程当中 得到这个心性 明德的体 就是那个中 中就是我们讲的 中道的体性 换句话在我们进度法门 实际上就是无量寿 妙瞻种词 不动尊的无量寿 你把那个 把它保持住了 就会自然有无量光 你的心如如不动 你的天下就太平了 你能做到十六个字 你就无为而至 垂衣常而天下至 所以真正的真理奥妙 不是需要那么多语言 那么在无量寿经里面 在四十八大语言里面 是把普法界文化模式的 最高的理念 传达给我们 这是法藏菩萨五大节的思维 提炼出来的 可以展示在各个领域当中 大家细心地去体会 然后这四十八大愿 再就是一个提示 就是我们敬业行人 怎么样发愿 这四十八大愿 就是作为我们敬业行人 发愿的参照坐标 虽然我们是发四红四愿的 菩萨的总愿 但对敬业行人来说 那个通途的总愿 还要具体到我们修 尽头法门的别愿 但这个别愿怎么发 四十八大愿 就是我们发净土别愿的 一个参照坐标 那么比如说 我们依据前面 第十一愿 正定逼至涅槃愿 知道 十一愿 让一切众生得到大声正定据 得到大声的佛果 是四十八愿的终极目标 所以顺应这样的一个终极目标 我们要发念佛往生成佛的愿 念佛是干什么 是成佛的 不是求人天福报的 不是终止化成的 所以一切身闻原觉 一些全教的菩萨法 一切天人法 面对这样这一愿来说 都是低廉之法 障通别的法 都不能吸引我们去 更何况外道 如果一个念佛行人 最后还去去念法轮功了 那说明他就太糟糕了 他对四十八大愿 一点都不了解 就等于他不要模拟宝珠 去找一个糖葫芦吃一样 这么一种感觉 所以这个发愿 你这个念佛往生成佛的愿 一旦从我们内心深入 发出来之后 这本身就是菩提心 以阿弥陀佛的菩提心 转化成了我们的菩提心 如果要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 生生世世心菩萨道去存佛 可能我们心很切弱 实际上也很难做得到 但是我发往生的愿 往生有阿弥陀佛 这个十八愿 十九二十愿的 三愿的解引的愿 我就有信心发这个愿 一去了就是阿弥陀佛 就是一身补助快速存佛 那么针对十八愿 十八愿传达的 你只要信愿 自信信仰余生我国乃至实力 就能往生 如果你不能往生 我就不成佛 所以往生就非常纯粹的三个条件 只要你信愿痴迷 而且这里对你痴迷 没有提很高的要求 没有说你一定要迟到功夫成片 事一心理一心 他没有做这种要求 他只要求自信信药 一生我乃至实念 于是我们针对十八愿 我们就发生性切愿 慈明的愿 乃至实生 我就平时每天早上念十声 十口径念佛 阿弥陀佛也一定会来接应我 如果不能接应我 这一愿就是虚设的 但这一愿绝对不是虚设的 这一愿是彻底体现 阿弥陀佛平等普度 九法界众生 尤其是苦难众生 根基漏列的众生的 一个至极慈悲的人 法上菩萨要让所有众生 安稳地往生 这往生的门槛 一定不能太高 不是像我们凡复众生 分别心 我觉得那个地方很好 既然很好 我就要抬高门槛 什么门槛都没有 就让你去 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啊 让你真的便宜 心里不舒服 得到好处越好 又要你付出代价 这是世间人的心 心理状态 阿弥陀佛是这样心理状态吗 阿弥陀佛是把一些众生 看着他的子女 子女都在活宅里面 即将要被烧死 即将在苦海当中 灭顶之灾的时候 他能谈什么条件呢 佛伸手过去 你只要把手伸出来 他就把你拽出来 就是这么一个 只要你伸出手来 就把你拯救出来 难道呢 你在水里挣扎 父母来说 你现在给我下保证 以后一定要给我 完成好作业 我才把你救出来 他会这样说吗 可不容反 不提任何要求啊 先把你救出来再说 是这么一个心 所以我们不能理解 阿弥陀佛这种同体的悲心 我们就不能理解 这个尽头法门 是怎样的 威神愿力 是怎样无条件的救度 要理解 所以我们 所以我们 比如我们要 修 普贤十大愿望 修普贤十大愿望 最圆满 普贤十大愿望的地方 实际在什么 在西方极乐世界 现前修习普贤之德 超出长轮足底之心 那实际上这两句军文 也就告诉了我们 为什么 普贤菩萨要以十大愿望 劝谨善财同志 以华藏海会 41位法僧大使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就在于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得弥陀愿力 第二十二愿的加持 能够让他快速圆满 普贤十大愿望 能够让他在这个 成佛的过程当中 不再经过一地一地的 这样的次第 能够顿然圆满 技术成佛 所以四十八大愿 我们要把自己摆进去 四十八大愿就是为我发的 四十八大愿就是 根据我的根基 根据我的苦难 根据我的困境来发达 我们约没有办法 这个拯救自己的时候 约无助的时候 就约使阿弥陀佛 最有力量救助我的时候 是这么一种关系 如果我们自己都能够很自在 很逍遥 很得到救度 阿弥陀佛法藏菩萨就比较放心了 就不需要这么急迫地 发出这样身世众愿 如果这一愿不能实现 我就不成佛 这一愿不能实现 我就不成佛 他是把这个成佛 这个大事因缘 跟我们这些众生 能不能得到这个利益 尤其往生成佛 修行得圆满的利益 直接挂上口的 于是法藏菩萨 现在已经成佛了 这就表达四十八大愿 每一愿都是真实的 每一愿都能兑现的 每一愿都产生了他的力量 所以这里 弥陀发愿之音 就包含着法藏菩萨 原成阿弥陀佛的 果地上的微神力量 音中有果 所以这个四十八大愿 是大乘菩萨道 一个无尽障 阿弥陀佛的愿心 也就是十方祖佛的愿心 也就是十方祖佛的大慈悲心 也就是大乘圆顿的 菩提形的全体内涵的展示 所以我们就体会 因为修大乘菩萨行 他的理念方法 里面都完整具足的 那么我们简单谈这三点启示 实际上启示是无量的 由于时间关系 今天就讲到这里 那么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的愿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